古装电视剧中八位女扮男装的女星 最后一位的发际线被恨恨吐槽 一、赵丽颖在电视剧出巧船和树山战机见下穿其中 女扮男装赵丽颖作为一个可爱的女生 扮演起男生简直是鹰气逼人 二、杨子 她是作为童星出道的,如今在娱乐圈的发展 也是相当不错的,深受观众的喜欢 是娱乐拳中地,当红笑华旦 她是在热播剧向密沉沉浸如霜 中扮演了一个书生,看起来十分腼腆青涩 三、探松云 她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演员 最近凭借电视剧《禁忆之下》 或遍大江南北,其人计可以说是至尊不尖 而她就是在这部剧中扮演了男生 探松云的女扮男装,看起来还是非常可爱的 四、刘美通 其实她是一个女演员,但是在剧中却是演了一个男的孝皇帝 这种反穿的戏份,在很多电视剧里面都存在 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 五、妮妮 因为身材高挑,妮妮的男装非常有优势 立于一群男人之中也并不违和 其次值得称赞的当属妆容 不同于常见的女扮男装 女主织是换个发型和衣服 可以看出泥泥的男装状态时 妆容非常用心 妆容十分清淡 同时加重了眉毛的力量 这样就减少了女性化的柔软感觉 实在感谢片方眉霸观众 当下子,这个女扮男装的扮相是十分有说服力的 六、林青夏,尖眉姓母,八气十足,笑傲江湖二东方步,摆饰演东方不败 七、张自宜,清修俊朗,谦若,武艺超群,经典角色 我护苍龙饰演玉娇龙时面埋伏饰演小妹 八、杨米,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演员 曾因为电视剧功,霍遍大江南北 之后也陆陆续续出演了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她是在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套话 和服药中女扮男装,其古装男省扮香 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但是唯独她的发际线,遭到很多人的吐槽